有没有想过面对近期,湾区科技公司纷纷大裁员是为什么呢? 今年10月,湾区科技公司裁员滥潮波及到全球,裁员人数超过2.4万名员工。 曾经繁荣的就业市场已经降温,科技行业正面临挑战。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湾区科技公司纷纷大裁员呢? 专家认为,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。 一、疫情期间招聘过渡,最大规模的裁员主要出现在过去三年中迅速膨胀的公司, 例如Meta、亚马逊、推特,随着业务下滑,他们正在忙于缩减规模。 疫情期间,线上办公、线上上课、晚上购物、网络会议和社交媒体等网络活动成为社区活动的常态。 疫情期间的居家令,使得人们把生活的重点转移到互联网上, 使得Meta、亚马逊、推特等科技公司大幅增召。 二、利率上升和高通膨。 今年,美联储发布了好几次加息,对风险投资基金造成重大冲击,进而冲击到科技粗创企业。 最近,投资咨询公司Kellen指出,随着利率上升,风险投资公司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通常会降低。 风险投资公司不愿意支持无利可图的初创企业。 这些初创企业为了生存,不得不行求新的股权和债务融资。 初创公司支付服务提供商Strape就是一个例子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2021年,总部位移旧金山的Strape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初创公司之一,估值为950亿美元。 今年7月,其内部估值降至740亿美元。 Strape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·科利森承认,公司领导臣犯了两个错误, 即错误判断互联网经济在2022年和2023年的增长速度,以及运营成本增长过快。 3.在线广告收入减少 在线广告是许多科技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,但随着美国经济陷入困境,许多公司削减在线广告预算。 根据MeaderPost的数据,与2021年相比,今年10月份,美国广告支出下降3.2%,连续第5个月下降。 根据谷歌母公司AirfinBet第三季度财报显示,公司净收入从去年同期的189亿美元降至139亿美元。 流媒体平台制造商ROCK首席执行官安东尼·伍德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,面对经济不确定性,公司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取消广告预算。 4.加密货币崩盘 最近,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申请破产重组,FTX乘一度市值达320亿美元,目前善不清楚有多少FTX员工会受到影响。 但是,该行业的其他初创公司也已经裁员了,加密货币企业Coinbase裁员18%,11月又裁员60人。 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·阿姆斯特朗表示,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可能导致加密货币产业陷入长时间低迷,加密货币交易收入大幅下降。 不过,高盛和摩根·斯丹利都表示,尽管科技行业裁员总数对该行业来说相当可观,但仅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0.1%多一点。 今年10月份,美国就业总人数超过1.53亿。 高盛认为,科技行业裁员还不足以动摇劳动力市场。